说到炸酱面 在台湾是很常见的小吃 台北市林就有这么一间 卖卷存尾的面店 保本王玉山传承山东老父亲 交给他的手艺 坚持慢工出细活 像是炒炸酱就得花上两个小时 而且不停不停地去搅拌它 他自己更因为生病的关系 身高从175变成160 但他靠着志气 努力煮好每一碗面 他说他是要做给在天上的父亲看 因为父亲是挖人中的英雄 带您一起走进这段故事 正清味是越便宜又好吃又大碗的 就是炸酱面 可是它的口感就非常的Q 然后就是它是家常面 所以就是会很想吃 一直很想要来吃这样子 不好吃不用给钱啊 我们今天很民族的喔 我說你们好吃就给钱 不好吃都不用给钱 反正你第一次来点便宜一点 万一不好吃骗少一点 我每个新的客人都会这样讲 现在捧场的吗 欢迎里面坐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好 里面坐 你们是六位的吧 六位里面坐 用餐时间台北士林 直接卖眷村味的面店 总是坐午虚席 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忙着 大口吃面 大口喝汤 我常常来 一个月至少来个六七次 都是也蛮香的啊 它似乎有骨髓拼过 好像有拼过这样 很香的 克辣面 炸酱面 辣椒一定要加一点酥菜 酸菜一加 好 这一碗碗山东眷村好味 就是这位头绑毛巾戴着口罩 露出双眼啾啾有神的大叔 人称胖师傅的王玉山之手 店内店外总能看到他活力四射 屏东那你点克外面 点克外面吃完 反正不好吃再吃45块而已 不好吃不用给钱 很老的 一直说 一直说 很好玩啊 老板很好玩 我觉得老板真的蛮幽默的 他很幽默就是会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我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气氛 谢谢喔 感谢虹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喔 你们来自雪州送炭的啦 老板开店不仅幽默风趣 店里头卖的东西CP值更是超高 先说这柜子里头的卤味 用的是费工的白卤方式 只见杏鲍菇 豆干 海带甜不辣 连基隆的吉古拉每个都秀色可餐 上桌前还会再加热 材料蛮实在的 对 然后它的口味很入味 我觉得它弄得很入味 然后又配合这样葱啊 酱汁这样 很好吃 另外客人超推的番茄红烧牛肉面 番茄用的是新鲜番茄下去熬 一碗面有四大块牛肉 每块厚度超过三公分 而且嫩而不柴 蛮喜欢吃牛肉面的 老板牛肉面不错 厚很大块 很爽 还有它的牛肉非常大块 富美价廉 便宜又好吃 你好 王厅长 很荣幸为您服务 山中炸酱面 再来 而这碗招牌炸酱面各是必点 炸酱不死咸一半开 就可以闻到无敌香的猪油 青葱 豆瓣酱跟甜面酱 各种香味层次 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它的酱是自己炒得非常的浓厚 它的咸不是那种死咸 而是很饱和的那种感觉 那它的面条的话 它是像这样宽的面 它的面味非常的够 很有香味 行在里面加了很多的豆芽菜跟 跟小黄瓜絲 所以吃起来的那个口感非常好 我的面种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宽 别人说老板 你的面怎么煮那么久 我说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切咸咪啊 我知道切咸咪的话 就不用让每个月瓦斯费那么贵了 感谢同长 谢谢喔 好吃再来 不好吃真的就不要来了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说官方说法 他才刚好就一千啊 不用算了啦 谢谢 因为面好吃客人爱来捧场 但很多第一次上门的客人 都误以为大门口跟墙上的 帅气挖人罩 就是胖师傅年轻时的英雄本色 其实那是他父亲 王生昌19岁时的照片 你看我这眼睛挡起来 每个客人都以为是我 有啦 有看啦 就是想说可能就是一个名称吧 他们每个都蛮这样子的 我们的鞋那么大都被人家看了 其实您可能不知道 有山东鞋统的王玉山 以前身材壮硕 身高有175 更是县兵特勤单位退伍 只是后来生病了 身高变成了160 去买乱买西药房子痛要吃 吃吃吃吃 结果重新来175 变成现在160 就駝背成这样子 虽说造化弄人 但身高变矮他的志气不解 王玉山他以父亲为荣 因为父亲在金门823炮战时 担任成功小队的亭长 在枪林弹雨中深入敌后 他是以前最早人家 在外面流传说的什么 割头啊 割耳朵啊 接情报人员过去啊 接情报人员回来啊 到对方到游到对面去接 就把人家泡阵地 泡范位抄回来 让我们这边金门可以反击啊 珊瑚焦耶 多脱鞋子耶 那爸爸是哪一个 这个 从小崇拜父亲是英雄 他总爱跟着父亲后头 跟着他学做山东家乡菜 这碗好吃的炸酱面 也是父亲教他的 后来更碰上了一位山东厨师 将父亲的炸酱美味 调整到极致 不过做出这炸酱 得靠双手炒上两个小时 首先就是要煸出整锅猪油 然后放入一大堆的葱 增加香味 这个炒不是只有肉跟什么 豆瓣酱 甜面酱炒 没有那么简单啊 你们近一点看 看这个葱香味 葱不酸不香 然后就得这样不停搅拌 再依序放入绞肉 不辣的辣椒 甜面酱 是不是我们吃了会用豆瓣酱 一定要的 像刚刚那样子以前我就不懂啊 刚跟我师父跟我 师父想说偷懒 太累了 辣椒 什么葱香蒜全部一起丟 他过来头就 但你这样煮的 你闻看味道跟我炒得一不一样 才真的知道说 原来一个东西一个东西 放下去才有所有层次感 我那时候才懂 而最后这一位更是关键 你看过我放那么多豆瓣酱啊 就这一瓢 这一瓢真的特别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喔 这是湖南的豆瓣酱啊 台湾里面找不到什么 皮线来的那些啦 这不要下去啊 味道就跟他不一样了喔 只见双手两勺 不停勾画足足两个小时 炸酱才能大功告成 这锅熟悉的炸酱味道 让王玉山想起多年前 已经辞世的父亲 先暂停好了 等一下 想要把他... 王玉山的哽咽 是因为年少轻狂时的叛逆 曾经让父亲担心了 决力不好 然后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矮螺子一个 太宝那种的 不路流那种的 不过就在他去当兵之后 父子俩感情变好了 因为他在宪兵特勤单位 吸着一身战斗与格斗技巧 所以两个男人 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也才知道原来父亲 是挖人亭长 在敌后出生入死 当兵回来 看到我爸的勋章那些奖状 我才知道我爸那么厉害 这出任务的时候都造的 这是唯一出任务之前造的 留下来的 到底说他直接去工作下来的 其实在后来我才知道 说以前他们并不是故意要 去杀那些人 小部队作战一个艇才七八个人而已 你一上岸一旦被敌人发现 你没给他杀死他 你这七八个会被杀死 桌上张商时日照片 是父亲出生入死的英雄写照 照片后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这是战地孩子 孤儿 就在部队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受训 小孩子 这我也都不认识 这我爸他们说出国任务之后 就没回来了 你看全部的汗草 这有个乡外国人 应该是美军部位人吧 最早来训练的 把父亲当成偶像 退伍之后的王玉山 从放大不羁走上了正途 他做过几份工作 但终究抵不过 内心喜爱眷村菜的料理魂 他去山东面馆应征 看我煮面条 好了可以 你到后面去了 从后面开始学 我煮面条从后面去学 我从来做一村长大的 我不敢跟师傅这样讲 我是心里这个OS 我师傅用夹子筷子跟我讲 你这面能吃吗 你说你要当师傅 你先从后面学习 这后面什么 洗碗 在山东师傅严格训练下 就以煮面来说 一般人只懂得煮熟 但做起生意 外带内用汤面干面 每一种都得煮到位 你注意看 两边透明中间白白的 这外带汤面分开 就是要这个熟度 然后汤面煮的面也不一样 你第一口吃的面 跟到最后一口面 都是一样要Q的 不能前面煮的刚好吃 后面就软掉 不行 王玉山就拜这位山东大厨为师 两年扎扎实实磨练 就快要学成时 他却跌入人生谷底 照应以前当兵的旧伤 就在地上这样衰落到 这样打 这样提两个 每天这样不幸福 这样打 他回来不晓得 到西奥房买止痛药室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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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结果有一天啊 巴结比太太怎么变矮了 原本175 现在变160了 原本看老婆以前很小一只 现在看老婆还妈跟大象一样 从又高又壮 变成竹竹小了一号 任谁都难以接受 加上当时父亲辞世 王玉山自我封闭了五年 自我封闭 不敢出去见人 那心情会爆发 会有点躁郁的感觉 会有时候忽然会喊 会叫 然后直到有一天 医生告诉我说 你必须要走出来 然后看到自己太太这样上班 也累了 我也不能帮上什么忙 她知道我这样心悲 原本是很开朗的人 从忽然间变这样 她也知道 还好太太一路陪着她 走出困境 求变 各地名医 要接断止痛药的药引 没想到最后靠着游泳 走出这人生困境 一个医师告诉我说 你既然这样不妨去 已经不能解决了 你就把你的后背的肌肉 去用游泳来把它提炼好 结果就游泳又救了我 把我从内固醇 从四颗两年而已 慢慢切掉就不用吃了 所以她重新拿起锅铲 自己开了面店 为了砥砺自己 她以父为名 因为这样所以这家店 我不敢乱七八糟搞 哪怕是我今天累了 在外面坐门口 我还是很 很敬意 尽心的喊说 里面坐 位置很多 不好吃 不用钱 这句话照我的口头 才是百分之百的 我对我的料理非常有信心 我真的用心去做的 我只想告诉我在天上的父亲说 他的小孩子不会让他丢眼 你像炒这个肉 不是一次酱油加煮 一切分三次煮 他的酱香味 就说人家说的鱼味就出来了 另外他北方人好爽的个性 牛肉面里头的前腱子肉 总是切得超级豪迈又大块 真的我不想跟人家一样 每一碗多少肉 几块肉在里面 要让客人吃爽一点 吃到他 我吃完肉吃不下 我分给你吃 我喜欢那种感觉 我北方人嘛 从小到大口吃鱼 大口吃饭吃习惯了 我跟你讲啦 东西卖不出去 全都成本啦 而牛肉面里头的番茄汤 更是他用整颗番茄下去煮 不放番茄酱 吃起来满满番茄清香 原本我还不知道 我要把皮都剥掉 一个医生过来骂我 营养师啊 你把皮剥掉干嘛 我说没有啊 这样才好看啊 你看整颗那红红粒粒的 没有皮不是渣渣不是很好 我只要我就是要那个皮 它里面的维他命C最多 你把皮剥掉 只剩里面那个没有用 他很口语的训斥我 我还说对不起 真的我学了 我学会了 我长时时长时时 从此之后我只要烫番茄消毒 消灭菌 那再皮都不剥了 番茄是非常新鲜的 我们有看过它洗啊 洗得很干净 还有整颗很漂亮的番茄下去熬煮 所以就特别觉得很干净又好吃 所以就很想有怀念会想要常来吃 我们以前是从眷村出来的 刚才从没有停好车了 就看到这家店特别吸引我们 对…我们就进来那边想到 哇 真的是很有那个眷村味耶 别人说吃了好赚 我都不晓得好赚在哪里 他会查清楚 一个 为了让我爸的名牌 让我爸的招牌更浓 光更新的更荣耀 我给我让我爸丢脸过 这次是唯一的机会 如果我老是为了这次 跟我太太吵架 成本那么高 你不涨价怎么样 我说涨价就没有 这就不叫眷村味了啦 我说人家哪一吃就不要怕人家吃 哪一家也不是眷村味了 这是我们的风格 不然每条街 整条街都是牛肉麵店 为什么人家喜欢吃我们东西 真材实料嘛 就是一个字 用心跟坚持 谢谢… 感谢你们雪中送炭 谢谢… 谢谢… 王玉山靠着父亲 跟山东面店师傅 传给他的手艺 让他自己能够谋生 而他这么努力 要做好每一碗面 就是要让更多人上门 知道自己父亲是英雄 那么多人 你不论 他也不愿意 你得到哪里 就知道他 你不论